今天为你解读的一本书是CEO说 人人都应该像企业家一样思考 如果你想快速读懂企业 拥有CEO一样的眼光 只需要听这本书 为什么呢 给你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首先本书作者是排名世界第一的咨询大师 拉姆查兰 拉姆查兰的咨询生涯长达40多年 不仅执照于哈佛、沃顿这样的顶尖商学院 而且长期服务世界级企业 比如通用电器、杜邦公司、福特公司、英特尔公司等等 在业界和学界备受推崇 其次呢 本书提供了一个简单有效的认知地图 6加2企业运作模型 6个要素加2个法则 让你学会通用的商业语言 最后本书内容富有逻辑和趣味 逻辑清晰、案例丰富 叙述简练 落地时效 让本书着然不同 正如杰克·维尔奇的评价 拉姆查兰有一种罕见的能力 能不从无意义的事情当中提炼出意义 而且以平静和有效的方式传递给他人 这本书总共讲了两个问题 CEO有哪些商业智慧 他们如何运用这些智慧 拉姆查兰的逻辑很简单 先学会正确的思考 再展开正确的行动 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 CEO有哪些商业智慧 本书开篇拉姆查兰就提出 其实街头小贩有着和CEO相同的商业智慧 假设给你1000块钱 怎么通过卖水果变成1500块钱呢 有三件事情你必须考虑 进货 销售 预测 进货呢要考虑采购什么 采购多少 停滞如何 买回来了又要考虑定价的问题 是薄利多销啊还是卖高价呢 对水果来说卖不掉的话就会坏 所以说呢低价实惠恐怕是比较奏效的 销售不只是定价 也还要考虑卖给谁 你必须要找到顾客多的地方 还要看看竞争对手有多少 这里呢就有一个困难 顾客多的地方商贩也多 对手也多呀降价几乎是必然 反过来人少的地方店铺很少 人气不旺也做不大 如果说做一个流动摊贩 那好处呢是也许能够抓住 更多兜售的机会 但是坏处呢就是很难有老顾客 销售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比如把卖向最好的水果放在最前排 或者大声叫卖 为了吸引顾客搞点错销活动 比如说买三送一 如果说水果卖的不好 还要降价 同时呢看一看其他的商贩的做法 他们卖的是什么 怎么组合的定价如何等等 一天下来该怎么评价自己的业绩呢 就看兜里的现金 它取之于两个指标 一是定价 价格多高 二呢是销量 买了多少 收到的现金扣掉各种费用 比如说水果的成本 人员的工资等等 就是赚到的钱 如果小贩足够精明 他会思考 今天有哪些水果卖的还不错 哪些没卖出去 价格如何 位置如何 顾客喜欢什么 生意好的对手 又是怎么做的 这样思考的目的呢 是希望第二天的生意会更好一些 时间长了 小贩的嗅觉会越来越敏锐 可以做出准确的预测 从小贩生意的故事当中 你领悟到了什么呢 拉姆查兰告诉我呢 其实商业很简单 不论是街头小贩 还是五百强的大公司 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规律 掌握这些商业智慧 是成功的前提 拉姆查兰认为 了解商业运作的规律 掌握六个词就够了 它们就是六加二模型当中的六要素 分别是现金流 资产收益率 利润 周转率 业务增长 以及顾客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词 现金流 现金流是商业的第一要素 拉姆查兰说 现金是公司的氧气 没有氧气 人就不能活 现金短缺 公司就会窒息 因此 公司必须时刻关注两个问题 现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了 现金流是净流入 还是净流出 如果忽视这两个问题 公司会很危险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家管理咨询公司 一度现金严重短缺 甚至到了准备出售公司业务的地步 好在最后一刻终于发现了问题 公司付账程序混乱 客户总是拖延付款 造成应收账款时间太长 接近行业平均周期的一倍 后来 这家公司解决了客户付款问题 于是 现金危机解除 保住了业务 有了现金才能还债 才能继续投资 太多的企业都死在了现金流危机上 如很多制造企业 开足了生产线的马力 结果货卖不出去 变不了线 积压存货占用了现金 引发资金危机 第二个词是利润 利润是了解公司商业能力的 关键指标之一 通过比较同行业 或者是跨行业的利润和利润率 可以看出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化水平 毕竟做生意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挣钱 利润有两种算法 一种是毛利 等于销售收入减掉制造费用和销售费用 一种是净利 使用毛利再扣除利息 税费和其他费用 用利润除以销售收入 就是利润率 相对于净利润 拉姆查兰更看重毛利 为什么呢 因为它跟业务变化联系更紧 而净利润涉及很多别的因素 比如税收 利息 摊销 折旧等等 各个行业也不尽相同 不太好把握 比如说卖电脑的企业 如果毛利率从40%跌到了30% 或者跟对手比较有差距 你就可以判个究竟 是制造成本增加了 销量下滑了 还是因为费用增加了 或者价格下降了 顺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深挖 就能够找到改善的方法 第三个词是周转率 周转率是挣钱的 另一个重要维度 通常有两个周转率 一是资产周转率 一个是存货周转率 资产周转率的计算方法呢 是总销售收入除以总资产 存货周转率的计算方法呢 是销售成本除以平均存货 两种周转率 反映的都是一段时间内 卖货的速度 周转率的数值越大越好 拉姆查兰举了 戴尔电脑公司的例子 很能说明问题 戴尔是一家计算机装配厂商 利润率并不高 但是2000年的时候 投资收益率高达243% 戴尔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呀 老板迈克尔戴尔 另提西境 借鉴了超市的盈利模式 戴尔发现 一些超市尽管利润率只有3%至4% 但是公司的收益非常高 其中的关键就是这周转率高 如果能将戴尔电脑的周转速度大幅提高 也能够挣到很多钱 戴尔做到了 2000年的存货周转率达到50次 戴尔选择了轻资产的玩法 把非核心的业务外包出去 如果什么都是自己生产 就成了重资产公司 周转起来就很慢 国内也有许多公司这样做 比如小米 小米手机除了MIUI系统等 极少要素是自己开发的 其他的部件和集成 基本上都是选择外包 这种轻资产的玩法 加快了周转速度 第四个词是资产收益率 它的计算方法 是用净利润除以资产 那么资产收益率 衡量的是投入有多少回报 它其实与前面的概念是相关联的 可能你已经发现了 资产收益率就等于利润率 乘以资产周转率 利润率越高 周转越快 资产收益率也就越高 投入回报就越大 所以拉姆查栏说 成功CEO的与众不同之处 就是同时考虑利润率和周转率 这就是商业智慧的核心 第五个词是业务增长 业务增长是上面所有指标的核心 正增长和负增长 快增长和慢增长 持续增长和缓慢增长 给公司带来的呢 是截然不同的结果 公司最怕的是恶性循环 业务不增长或者是负增长 收入将减少 公司首先失去客户和市场 继而开始瘦身 削减业务 财源 甚至破产退市 如果说反过来 公司业务增长 则会激活一家公司 可以吸引更多 有新思想和才能的人 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 从而更快增长 有一点极为重要 万物茶栏提醒我们 业务增长从其本身来讲 并不一定有什么好处 增长必须要盈利和可持续 业务增长必须要伴随利润和周转率的提升 现金净流入能力 也要保持同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中国企业的现状 很多企业的规模很大 但是一算利润薄如刀片 再来看看他们的业务呢 五花八门 战线很长 各个业务跟行业巨头一比 毫无优势 比如曾经辉煌的春蓝 只做空调的时候 成为业界霸主 非常挣钱 后来进入摩托车 新能源等数十个业务领域 结果竞争力很快丧失 一度陷入亏损的困境 拉姆查栏明确指出 不要用规模来衡量 公司是否成功 你需要关注的是 为什么 以及怎样使业务增长 同时要考虑 公司是否在 可持续的轨道上发展 第六个词是顾客 如果没有顾客的满意 公司难以兴旺发达 甚至难以存活 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真理 无论是沃尔玛的 山姆沃尔顿 还是福特的 捷克纳赛尔 CGE的捷克维尔奇 都花大量的时间 直接接触客户 深入市场 与顾客的直接联系 给公司带来需求信息和趋势 产品体验和建议 市场口碑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源源不断地收住 从顾客视角理解业务 是业务增长的关键步骤 拉姆查栏说 顾客需要一个简单的理由 来购买你的货物 你必须提供他们 真正需要和希望得到的东西 这是一个常识 很多企业嘴上高唱 顾客至上 但是产品开发 只是让自己得益 生产只是忙着节省成本 销售只是让自己受益 这种自我中心的视角 最终会让公司在客户端 遭到质疑和抛弃 商业智慧的六个词 也就是六个要素 就讲到这里了 仅仅知道他们还不够 拉姆查栏说 真正具有商业智慧的人 需要理解这些要素背后的真正含义 本能地感知他们之间的关系 从整体上把握商业运作的本质 这个反复思考和实践的过程 就是建立商业智慧地图的过程 想一想医生看病的过程 先观察血压脑 脉搏 体温等等的指标 然后初步判断病症 进而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制定治疗方案 根据身体的恢复状况 我们再来做诊断 做公司也是一样的 公司盈利的各个要素 比如现金净流入 利润 周转率 资产收益率 业务增长以及顾客 就是监测公司健康的基本指标 真正的高手可以敏锐地把握 他们之间是如何协同的 比如说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 早在1909年 福特就开始将汽车降价 到了1914年 他还将工人的工资大幅上调 从每天2.34美元 提高到了5美元一天 投资人认为 这损害了他们的收益 起诉老福特 他们认为一边降价 一边涨工资 导致了成本高昂 因而减少了他们的收益 然而福特的商业逻辑正好相反 汽车降了 同时工人的收入高了 人人都买得起车了 市场份额和销售收入会增加 投资人的收益也就增加了 事实证明福特是对的 好 第一部分内容咱们就讲到这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第二部分内容 如何运用商业智慧 创造财富 拉姆查兰认为 需要做到三个转变 第一个是转换视角 像投资人一样看待公司 其中的关键是管理PE值 公司的使命是为股东创造财富 在股票市场上 公司财富是由市盈率倍数来衡量的 这就是PE值 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市盈率 其中 P是指每股股票的价格 E是指每股股票的利润 PE值的计算方法是用P除以E 比如某家公司每股价格是20元 每股利润是2元 那么它的PE值就是20除以2等于10 PE值越高 公司就越值钱 股东越赚钱 一般来说 PE值高的公司 盈利能力都很强 而且有着良好的盈利前景 而PE值的高低取决于市场对公司的信心 通常盈利能力强 盈利前景好 PE值就高 而一旦公司没能实现盈利目标 即使只差一分钱 都会导致市值产生严重倍速 因为投资者买的不仅是公司的现在 而且是未来 各种各样的信息 数据和分析 会深深地影响到投资者的判断 在变化莫测的股市当中 公司的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恐慌 拥有商业智慧的CEO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通常聚焦公司的盈利模式 如果盈利模式是正确的 而且能够坚定地得到执行 公司就能够赚钱 PE值也就会上涨 盈利模式的核心问题 就是前面讲到的六倍要素 当公司在这些商业要素上 表现明显高于竞争对手 并且呈上升趋势时 PE值一定大涨 要记住 优秀CEO的关注点 是为股东创造财富 而不是说一味挣钱 换句话说 CEO应该关注公司的长期价值 而不是眼前的利益 第二个转变是化繁为简 抓住优先工作事项 这是杰出商业领袖的 两个共同特质 我们一起来看看福特的CEO 杰克·纳塞尔是怎么做的 2000年年初的时候 福特汽车股票价格和PE值大跌 纳塞尔给福特的35万员工 写了一封信解释了原因 实际上这样的信 纳塞尔每周都会写 在这封信当中 他列出了将要采取的三个优先事项 排在首位的事项是尽力提高顾客满意度 不仅因为顾客满意度能够同时提高利润率和资金周转率 而且维系老客户比吸引新客户更经济 第二项是优化流程追求产品零缺陷 大幅提高福特的产品和服务质量 第三项是将品牌推向全世界 通过新市场的销售增长提高公司利润 对许多CEO来说 很多时候不是不知道做什么 而是想做的太多却无从着手 优秀的CEO不同 他们总是化繁为简 一针见血 快速找到赚钱的根本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就是将思维和注意力 聚焦到与盈利相关的因素上来 从公司的现金流 利润 销售收入 周转率 业绩增长 这些核心盈利要素出发 向内和向外思考 比如现金流不足了 先向内部看看 现金是被什么占用了 流向了哪 再向外部看 谁是真正的客户 销售有没有提升空间 可以来缓解资金压力 拉姆查栏的建议是 CEO对于每一个因素 要从整体上考虑 他们之间的联系 然后考虑与盈利相关的基本行为 然后列出重点 进行推优事项 比如存货低 是戴尔公司的成功要点 它背后就有一套商业逻辑 TC很容易过时 过时将导致滞销 引发库存和现金压力 收入利润和资产收益率下滑 继而裁员 帽国不堪设想 低存货 则是激发良性循环的关键 当库存低的时候 即便产品过时 滞销的危险也很低 如果零部件价格下跌 电脑整体还可以降价销售 以拓展市场份额 市场份额的增加 又为新产品提供了空间 卓越的CEO总是抓住重点 快速推进 事实上通常只需要三四个行动 就能够留住顾客 并且实现盈利目标 而平庸的CEO要么畏畏缩缩 没有得力措施 要么头绪复杂毫无结果 这都是缺乏商业智慧的结果 商业不可能面面俱导 也不可能等你思考透彻以后再行动 时间 资源 精力 机会 都是稀缺的资源 CEO必须聚焦那些能够产生成果的重要行动 第三个转变是聚焦人才 打造卓越执行力 再完美的计划 如果得不到贯彻 都是一纸空文 身为执行大师 拉姆查兰认为 理解如何创造财富是一回事 真正执行达成目标 又是另外一回事 卓越的执行 来自于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 把他们的工作 努力协同起来 开发他们的潜能 引导到公司的重要工作上来 怎么样让计划得到完美的执行呢 需要三个步骤 第一步 人港匹配 港是港位的港 就是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 从哪开始呢 拉姆查兰说 从了解完成各项优先事项 所必须的技能 态度和天赋开始 比如 开一家新店 作为CEO 你就需要具备一双慧眼 识别谁具有店长所需要的素质 比如他是否有培养和激励他人的能力 他有没有渴望成功的驱动力 在现实世界当中 公司不可能总是找到合适的人才 人才短缺的问题时刻存在 怎么办呢 公司自己培养 根据业务的需要 建立起人才发展的机制和通道 如果公司的人才队伍跟不上增长的速度 想要取得业绩突破是极其困难的 人港部匹配会导致各种问题 行动打折扣甚至中断 矛盾和内耗加剧 资源浪费 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下滑 这个时候就要调整组织架构 优化岗位和人才结构 第二个步骤呢 是教练辅导 辅导培养下属是领导者的使命 拉姆查兰说 一个真正的领导者通过帮助下属提高能力 发挥他们的才干 释放他们的积极能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 领导者自己的能力也在扩展 那么该怎么教练辅导呢 首先给予下属挑战性的工作目标 这可以让他们走出舒适区 获得新的视角和新的技能 其次与下属一起学习 开启他们的智慧 拓展他们的视野 比如捷克维尔奇 担任塑料业务地区领导人的时候 每个星期天都会与下属电话讨论 纽约时报上的内容 很快 下属们也开始主动阅读报纸 并且自发讨论 然后是开展绩效面谈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 给予员工个性化的指导 拉姆查兰认为 领导者要帮助员工自我觉察 面对认知盲点 从而把事情做得更好 在绩效面谈的过程当中 领导者是自信诚实的 反馈是直接坦率的 才会有效果 最后 公司有很多规则 流程和制度 领导者总是要强调 行为的一致性 比如怎么沟通 怎么安排任务 怎么做时间管理等等 这没有错 但不要忘记业务之等 让每个岗位的员工 理解岗位的职责和工作重心 学会理清复杂的问题 列出优先工作 分工实施 达成目标 教练辅导 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 那是回报也是丰厚的 不仅能够取得出色的业绩 而且能够收获卓越的团队 第三步 是打造团队 拉姆查栏说 一个齐心协力的组织 就像是一支夺冠的赛艇队 以同一个节奏完成 个人做不到 而团队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的老朋友 杰克维尔奇 说得更加直接 商业的本质 就是团队运动 依靠团队的力量 可见团队是多么的重要 然而 公司总是在成长 当人员成百上千时 就会得一种病 大公司病 什么是大公司病呢 信息不畅 决策速度慢 工作的动力开始减退 人心涣散 严重削弱公司的执行力 怎么办呢 拉姆查栏认为 需要建立一种 协同个人贡献的机制 这就是 社会化沟通执行机制 这一机制的特点是 信息及时通步交换 采用非正式的对话 零距离的 经常性的分享信息 这个机制是沃尔玛 创始人山姆·沃尔顿 创立的 在20世纪90年代初 从周一到周三 大约30个地区的经理 要调查9家沃尔玛商店 和6家竞争对手的商店 内容很细 从商品的品类 价格 到商店的外观 陈列 甚至促销和员工表现 并且要做出分析 周四 沃尔顿跟他们开 四个小时的会议 参加的还有50个 其他部门的经理 在会上 信息充分交换 聚焦关键议题 迅速做出决策 并且快速落地 通用电器公司 也采用类似的做法 通用电器有一个会议 被称为QMI 中文意思是 快速情报市场 实际上是一个 业务单元 定期举行的电话会议 每两个星期 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管 大约50人 就会做一次沟通 QMI有一些具体规则 比如 讨论问题 必须具体简单 两分钟内 要做出回答 参加者都要贡献观点 会议要简短 会议必须总结 等等 QMI会议的成效 非常显著 它突破了组织边界 提升了公司的凝聚力 从上面两个案例 可以看到 社会化沟通执行机制 可以穿透 等级森严的组织体系 为快速决策和落地 提供支持 通过这样的交流 每个人的努力 都与公司的重点工作 协同起来 到这里 本说的精华内容 就讲完了 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 6加2商业智慧模型 也就是 在拉姆查兰的眼中 CEO是怎么思考的 第一步 要熟悉商业的 六个基本要素 首要因素是客户 当客户的需求得到满足 业务就会增长 业务增长 带来了销售收入和现金流 这两个指标都非常重要 销售收入反映市场份额 利润和产品竞争力 现金流用来偿债 以及再投入 有了销售收入 扣掉成本就能够得到利润 监测业务的变化 毛利是更有效的一个指标 获取利润并不仅仅依赖于 降低成本或增加销售收入 提高周转率变得越来越重要 通常存货占用的现金最多 所以存货周转率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如果要提升整个公司的技巧 加速资产周转就非常必要了 最后一个要素是资产收益率 主要用来衡量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这个要素可以拆解为利润率和周转率 第二步 要了解六要素背后的两个驱动因素 一个是员工 一个是沟通机制 无论是客户满意 业务增长 还是现金流 利润 周转率 资产收益率等等的财务指标 都是公司员工的行动结果 所以对于CEO来说 第一法则是知人善任 即不仅需要把合适的人 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还要尽一切力量帮助他们成长 第二法则则是保持沟通 公司是一个组织 是所有员工协同的结果 建立起跨层级跨部门的沟通机制 才能够保证组织整体效率的提升 第三步 反复实践 持续整合 商业智慧是实践 反思 再实践的过程 拉姆查兰提供的智慧地图 给了我们思考的框架 却不能够替代自己的持续行动 作为首屈一指的执行力导师 拉姆查兰的用意很明确 让复杂的商业变得简单 然后执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